来看来看斗来看 又给大伙来见面 诗话歌又出现 再给大伙连一段 今天说这个啥内容 请我给人说分明 不别搭香脸换 港青王子探一探 港青王子叫浪浪 如今天下没命样 萧萧念及酒那江 称声神科的英乡 那年他才港五岁 举办个人演走会 五岁举办演走会 听说嫖鸦还听鬼 朗朗从小匪犯人 神科全不是港青 为了让他有成就 父亲工作跑闹后 辞职带他进北京 血气恋心不轻松 父亲瑶秀肥长艳 六个消失要探望 经过勤血库搭贫 十二轴睡作冠军 五年之后血一称 偶然集会也称命 芝加哥的音乐节 朗朗有兴趣不缺 现唱一位港信甲 幼病不能去参甲 朗朗替不去登昌 不料真动了全昌 虽着这次替不称 朗朗一战也证命 参甲女王的庆天 还是个人的表演 个人转唱横成功 剧半之地在白宫 朗朗虽然名其大 甘性神科却没杀 甘性神科还恐白 这是幽人等门来 介绍命醒刘亦肥 却被他父亲勾锤 朗朗父亲看不上 遇了权的怪现象 则是很快被遗忘 朗朗认识功行量 根据萧道小吉川 姚人响恋已死念 四年底下得恋青 马上睡到药去撑 可惜父母不待见 死念根性也吃短 专业到了一六年 朗朗更加不平凡 经常世界隔地去 他和吉娜也相遇 姚人合作很成功 鼻子十哥十妹成 随着萍水和相逢 却是同一个时辰 因为这层关系在 娘人开始贪恋爱 为了这次前收称 朗朗给父母说命 父母依然不看好 觉得吉娜年龄小 念一太小就前收 担心娘人不成就 娘人没有去房企 努力向父母通意 经过努力和搭贫 娘人终于要结婚 婚后生活很幸福 经常称爽队出炉 拥有自己的家庭 爱情事业都正宫那个都正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